我是台東縣東可鄉都蘭村 都蘭部落的阿美主人 然後我的原住民名字是 Hana Galeo 我的家鄉啊 我的家鄉是滿古老的 它的漢名叫都蘭 那這邊的原住民名字叫阿都蘭 它其實它有的意思就是石頭氣的牆 再來就地生很多的地方 那這個部落是很古老的部落 從漢人進來的時候就已經有開始了 所以這個部落呢比較 比較之下它是比較開放系的 因為它的地理位置 所以它可以容納了很多漢人 我們所謂的漢人可能就是 指外省人 客家人 閩南人 再來就是這幾年幾十年的 這一二十年又新的一個新的移民進來 它比較是一些外國人 因為我們這邊的那個生活機能非常好 可是呢 我們這裡大概有一千人 那一千人呢大概有一半是顏著民一半是漢人 可是我們都相安無私在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慢慢移居了一些想要過這樣的生活 因為它生活機能非常好 離海離山都很近 然後文化也非常的豐富 所謂的彼岸呢 其實在講夫妻之間 還有男女之間的那種關係跟感情 通常呢 所以這個椅子坐的是非常是有 很有 很有 怎麼講 很有 很有意思啦 對我來講很有意思 那是打破了大家對雙人坐的那種 那種感 那種想像 所以我把它做的是對坐 對坐的位置是可以對話的 可是當你站起來的時候 然後你還是各走各的 那我們一直在期待你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的先生 或者是你的太太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是站在你的立場去想 所以我們都一直希望 那個人是走到我這個岸 我們在一起往前走 可是我們一直在那個磨合的關係裡頭 所以我把這件作品是在講情感的家 擴大是比較是在女性的思維去想這件事情 請啦